大家好,真理师,苏老河批评书 我们这些中国人最爱搞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有些人死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说他的好话 不仅说他的好话,而且把他推到大师的位置 把他推到圣人的位置 所以孔子死了以后就是万事世表 当下很多读书人或者是什么人死了以后 我们就把他封为大师 这两天中国又在纪念一个人 很多人都在说他,就是前中书的夫人杨将老师 杨将老师我对他本人没有任何的意见 老太太活了100多岁,也挺有福气的一个人 我受不了的是有些人死了以后就把他封为大师 然后又有一些人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说 说中国民国以后中国再无大师 那你为什么有人说中国再无大师 为什么有人要把杨将这种人推为大师 其实是个现象,我们稍稍辩析一下 也算是个安静的话题 说杨将去世之前说过一句话 说我的洗净这100年 沾污,电污的吧,是沾污的,电污的还是沾污的呀 我又都错字了啊 污秽回家啊,这是杨先生的格言 问题是回家是什么意思啊,家在哪里呢 杨先生明确知道家在什么哪里吗 如果不知道回家这个极其普通的词语 岂不成了文艺青年的一次抒情的姿态 我好奇的是,如此重大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人得到明确的界定呢 为什么不追问呢 既然一个人相信人死之后可以回家 就意味着他相信人死后 灵魂依然存在,灵魂怎么存在呢 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追问过嘛 有人见过一个人 明明知道自己 明明从来不知道家在哪里 却依然要高喊回家的这样的场景 和这样的画面,这样的故事嘛 在关于生和死的方向性的问题上 我们这些个中国人怎么就如此自信呢 然后又怎么又如此糊涂呢 与异糊涂账啊,是不是 就没有人提出一个基本的问题啊 而且杨先生在生前还说过一句 更加著名的格言啊 很多人在那里,哎呀,叫好 说什么呢,说这个什么 你的问题在于读书太少,思考太多 说的是什么,说的有的年轻人跑过去 因为是杨先生的粉丝嘛 就跑过去问他 看他一百岁的脑人去看一看 说家里有个老,有个长寿的脑人 家里是福气嘛 所以有些人就跑过去看杨先生 这是好事啊 但是你总得要说句话嘛 交流问题嘛,请教嘛 就请教一堆的问题 那杨将这个人的知识分子 他很骄傲的 他老公钱中书更骄傲 就估计有点不来烦了嘛 就问他,就说了一嘴 说你的问题吧,是在于读书太少 思考太多 诶,很多人就觉得,哇,对呀 你首先的博览群书啊 否则你问什么呀 你提不出一个有益的问题啊 那我们也在这么说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杨先生 在关于死亡的问题上 关于自家的问题上 其实都是一笔糊涂账 那么我们就提出一个反过来的问题 就是杨先生你的问题 是不是读书太多 思考太少呢 你连死亡问题都没有思考 而每个人都有死亡 你连一个人死后去哪里 这个家在哪里 你都不知道 你琢磨什么呢 你不瞎琢磨嘛 是不是 所以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 这是我要说出的 听上去很尖酸 很刻薄的一个话题 就杨先生呢 和他的老公钱一先生呢 很可能问题就在于 虽然读书很多 但是却思考太少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或许有两点咯 那第一呢 在我看来肯定是 他不认识真理嘛 一个不认识真理的人 根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 你追求什么真理啊 你瞎追求吧 你倒江湖吧 是不是 这个道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我们说过数学 什么是数学 一加一等于二 这是数学的公理 如果你都不相信 一加一等于二 这个东西是正确的 你怎么学数学呢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一想说家在哪里 你的相信 首先你知道家在哪里 你才知道回家 你说是吧 那你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不相信真理存在的话 你追求什么真理呢 你追求到半天 你自己认为的真理 你还不用 什么都不用干 我现在又是真理 我不用追求 我此时此刻 我就是真理 你看毛泽东就怎么样 毛泽东就是真理 细胞子就是真理 那你还追求啥 你跪在细胞子面前 跪在毛泽东的面前 不得了吗 是不是 挺有意思 所以第一个原因是 缺乏超演真理的启示 缺乏倾听真理的能力和习惯 缺乏人类思想的低推动力 是吧 缺乏对鲜艳的观念秩序的沉思 从而导致杨先生 钱先生这些个所谓的大师 他们的思想缺乏明确的方向 因此只好在书页之间 在一堆的书之间 孤方自少自我赋予自我真理的意义 第二是什么 一个人 毕竟是个人 我们都不是 钱忠叔是个男人 杨将是个女人 所以我们身体是很沉重的 我们的心里固然孕 可是我们的肉体 身体却常常软弱 所以是肉身沉重 损耗了我们的思想的勇气 所以我承认我的这些话语 过于苛求人 但是尝试告诉我 对活着的人要怜悯 要宽容 要爱 但是对于死去的人 对于过世的人 我们要反思 要批评 要怀疑 这才是一个人 对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最合适的方法论 知道吧 中国人的观念秩序 恰好是反过来的 我们对于活着的人 冷漠 刻薄 仇恨 我们对于死去的人 在奉行所谓 盖棺论定 适者为大 我们甚至把死去的人 奉为这个什么什么神明 奉为大师 奉为圣人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所以我说 这是典型的死人崇拜 崇拜死去的年秀 崇拜死去的祖先 我们这种死人崇拜 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了 以至于活着的人 几乎都是死人 这是一个观念秩序的诅咒 所以必须要再次强调 如果没有超验真理的 降临于启示 如果没有上帝话语的引导 这种习惯性的观念秩序 我们是不可以战胜的 每个中国人都就毫无疑问的 死在这种习惯性的 观念秩序的诅咒之中 杨将是如此 权忠书也是如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